投城的中人社區為了讓下一代 來了解早期的社區生活 由地方騎老帶著佛光大學的學生 重現砍修鉤的捕魚方式 到底什麼是砍修鉤呢? 透過鏡頭來看看 地方騎老帶著微網來到活動溪 準備重新體驗三、四十年前的捕魚方式 而這種類似砍鉤的作業 因為規模較小 所以叫做砍修鉤 三、四、三、四、四、五、十年以上 只有砍修鉤 要慢慢做過 今天要再拒絕 心情深濕深濕來再玩 小漆還是拒絕 什麼 小漆還是嗎? 這大漆是拒絕的不大 我們脈也拒絕的不大 我們的拒絕是拒絕 在今天的父親節 社區除了讓老一輩度過一個充滿回憶的節日 也邀請佛光大學的學生 實際體驗了解地方產業歷史 有啊 在捕魚 感觉很好玩 就是很用力 而且城市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因为都是小孩没有经历过这些 就还蛮特别的 因为现在很少人这样子捕 对啊 像这种点的 我知道有人用点的 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那种社区文化的一个参与感 增加他们的参与感 然后另外就是说在社区的活动当中 由学校 社区居民等等 一起能够体验以前的那种像这只捕鱼的文化 可能是社区很久没有看修工 大家的技巧已经生疏 所以最后竟然是人在网子里面 根本没有捉到饭条鱼 以兰新务记者张立林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